杨子最近很喜欢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,大概是进组太久了,怕粉丝们过于想念,所以时不时上线晒照,每次都很有生活气息。 11号晚上,杨子再次更新动态,到了晚上11点多才收工下班,惊喜的九宫格让粉丝们开心不已。 杨子之前就说,几乎每年夏天都是在横店度过的,到了晚上,街道依然灯火通明很热闹,杨子站在夜市马路边上自拍,戴着口罩和帽子,也遮不住神采奕奕的大眼睛。 忙碌了一天的杨子,没有一丝疲惫,眼神看起来依然很有灵气呢。 杨子本身就喜欢小动物,家里也有养了很多年的宠物狗,在街头遇到了流浪小狗,杨子不忘投喂食物,还蹲下和小家伙合影,歪着头伸手笔椰,杨子好像活泼的邻家小女生,夜市一般除了各种特色小吃,当然也少不了套圈这样的传统项目。 杨子专门给地摊拍了照片留念,氛围感拉满了,很有夏天的气息,大概率是杨子在靠圈的时候,没有拿到自己心仪的玩偶,所以,后面才有了去精品店买玩偶的照片。 画面里,杨子抱着猪头玩偶再次自拍,马上30岁的人了,还是同心未敏,除了软萌的猪头玩偶,杨子还另外选了有小鱼头套的猪猪,以及按摩头皮的小爪子,像极了咱们平时出去逛街的样子。 而且,杨子日常打扮也很低调,穿牛仔外套一点不张扬,看向镜头的模样十分可爱,杨子的性格确实招人喜欢。 还有一张是杨子与好友们的同框照,在街头吃雪糕太接地气了,能看到杨子的雪糕已经吃掉接近一半,说明他不是摆拍,是真的在享受下班之后的轻松时光呢。 在压力那么大的演艺圈打拼了多年,杨子的心态一直那么平和,每次出镜都很有亲和力,让人感觉不到距离感,这也是他路人员好的原因吧。 以后,姊妹可以多多分享,大家都很爱看,杨子。